一、第八个嫌疑人上映一周多 票房终于破了三亿 这部电影上映前 剧组就在疯狂营销张颂文 尽管有不少狂热粉会为他 冲进电影院买票 但从目前的反响看 压根谈不上火爆 电影不止不休同样如此 张颂文继狂飙爆火后 片方整个三月份 都在疯狂榨取他的价值 但演员人气再高 能真正不顾乱题材 烂剧情 而冲进电影院支持的 始终是少数 最终 不止不休的票房 只有五千多万 这种靠卖人气演员的电影模式 几年前一直是屡试不爽 但如今这种模式 是越来越走不通了 与其说 现在的追星不如以前狂热了 不如说 现在的这些观众更加清醒了 剧本烂 故事讲得一塌糊涂 演员人气再高 演技再好 宣传的再卖力 都别想从观众口袋里的钱掏走 二 如果说张颂文带不动票房 是因为他几年前还是小透明 好剧本根本不会给他挑 就算街道戏 那也是戏份少得可怜 可今年 具有票房号召力两位的演员 照样没躲过观众不买账的情况 比如 沈腾的超能一家人 剧组全靠韩藤亮 忽悠观众进电影院 可剧情太烂 沈腾的戏份也少 观众看完 纷纷表示后悔 最终 超能一家人 以三亿多票房下架 口碑评分 更是一路跌到3.7 被骂的不仅有沈腾 还有开心麻花 这块招牌 同样 还有靠卖含金量的巨齿煞2 虽然电影掌获8亿多票房 可从电影的投资看 与预期相差太远 以前观众 可能会因为影评 和前期的点印 走进电影院 但现在观众都明白了 这都是片方花钱请人说好话的 从沈腾和吴京的翻车看 观众变得越来越清醒 只有身边亲朋观影后的真实反馈 才能作为掏钱买票的唯一保证 除了内地电影 香港电影也很惨淡 邱里涛指导的扫毒3 暗杀风暴 绝地追击 虽然演员阵容很强大 宣传也很卖力 可对观众而言 烂片就是烂片 不管你是影帝刘青云 校长古天乐 还是天王郭富城 该扑街还是得扑街 种种迹象表明 没有好故事做保证 纯靠卖明星的模式 已经移去不复返 3 助长影视圈流量横行的罪魁祸首 还是资本 资本只追求低成本高回报 一旦靠流量圈前的模式被打通 就会被资本要求标准化 规模化 早几年被小鲜肉罢瓶的电影院 背后都是资本在推波助澜 杂重金批量化生产 包装流量明星 买断各大平台的头条热搜 不管任何一个路人甲 在资本亚苗助长的硬捧下 都会成为当红炸子鸡 而剧本 导演 后期 都是为流量明星服务 只为最快地拍出电影 忽悠观众买票 这种急功近利的模式 除了滋生出畸形的审美外 更是让整个演艺圈变得乌烟瘴气 当劣币驱逐良臂后 观众只剩下一句 苦好作品久矣 然后火速逃离大小荧幕 四 当得不配位的流量明星 逐渐淡出荧幕 当电影人把目光转向到社会话题 而非停留在浮胖无脑的石屁尿上 才算是国产片的一次缓慢觉醒 像今年讨论人文情怀的长安三万里 讨论人性和欲望的风神第一部 以反诈宣传为主的孤注一职 虽然前期重点宣传王传军 可孙杨的表现 反而更让人惊喜 风神第一部除了李雪剑 和飞翔两个老人外 其他基本是陌生面孔 而陈思诚兼致地消失的他 题材谈不上多大创新 但胜在陈思诚取材的角度 采用性别对立 让观众对恋爱脑引起深思 而八角龙中的成功 是王宝强的故事 远大于电影故事的一个版本 一个曾经赶上台领金扫帚奖的演员 一个被前期陷害的受害者 一个拍电影失败后 沉淀几年立志要拿出最大诚意 拍出好电影的导演 即便八角龙中的故事很一般 缺乏商业性 但观众愿意为王宝强的这一次诚意买单 但话说回来 这种套路只能用一次 王宝强的成功 是天使地利于人和 下一次再用 肯定会被观众骂到喊娘 五 电影虽是工业化生产 但好电影的生产 其实又没有标准化 一部电影有演技和人气 都出众的演员 固然能为影片加分 但一部叫好又叫做的电影 绝不是依赖某个演员 某个导演 影视圈更不存在某某出品 必属精品 能派出活着 红高粱 大红灯笼高高怪的国师 张艺谋 还不是派出了票房口碑 双铺界的三枪拍案惊奇 长城 被誉为许老怪许克 能派出 倩女幽魂 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 青蛇还不是派出了 被观众诟病的法门寺密码 奇门遁甲 一项以苛刻著称的周星驰 还不是派出平分很低的西游浮摇篇 新喜剧之王 六 从今年现象级的狂飙 到平分9.4的漫长的季节 一次又一次的向市场证明 好剧本才是核心 也是赢得观众掌声的保证 但我想 不是影视制作人 不懂好剧本的重要性 而是市场一直都不重视好编剧 不管是国产剧 还是国产片 希望影视创作者 都能好好重视下编剧 同时一个演员爆火后 就疯狂营销演员 误导观众的现象 能越少越好 And 作者 素素 编辑 之余